乾隆皇帝因为刘雍扎了两位国舅爷生气了 要把刘罗坡推出五朝门外开刀问斩 左连城跑到护国寺搬救兵 把自己的这位干爹搬出来了 二喇米爷怀抱着黑虎龙锤来到八宝金殿 怀中抱着黑虎龙锤 二喇米爷站在金殿门口 不进去在这放份 乾隆皇帝在上的瞧见了 哎呦坏了 尤其这个时候 岛朝刚刚开始了一段时期了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早晨的阳光照在二喇米爷身上 这柄黑虎龙锤啊 金光闪闪 晨风吹动袈裟 衣袖飘飘 乾隆皇帝在上面一瞧 这边二喇米爷金光护体啊 有打心里这么害怕 刘庸刘罗坡也太好的运气了 我防范了半天 不让人到后宫给老太后通风报信 哪位把这位活活请出来了 要坏 乾隆皇帝没办法 在这等着吧 二喇米爷怀抱黑虎龙锤 风摆荷叶一般 走上八宝金殿 来到这个龙叔岸前 手举黑虎龙锤啊 朝上点了三点 这就算行礼了 不用跪在地上磕头 三拜九寇 喇米什么份 拿着黑虎龙锤一点 这就算行礼了 乾隆皇你赶紧欠身离坐 哎呀 皇叔 您不在护博寺奉念佛法经卷 来到八宝金殿 有何贵干呢 红 红历 乾隆一听叫得真脆声 红历啊 你还问 问我干什么来了 告诉你 玩来了 我在护 护博寺里念经 念得闷的 我出来溜达溜达散散心 怎么着 你这八宝金殿 还不让我来呀 也别说是你当皇上 就是你父皇在世的时候 这八宝金殿 我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还问我干什么来了 告诉你 我玩来了 乾隆皇你听 今天我是要倒霉 一上朝 刘庸砸了两位国舅 我要杀刘庸 冒出来个郭英 揪了奸展官阿良的人头 到现在这位活爹出来了 跑我这玩来了 我这八宝金殿成什么样子 还得说好听的 黄叔 您来玩来了 好好好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您参观紫金城 红 红利 甭说这个 我出来溜达溜达 我瞧见 五朝门外 怎么把流落锅给把上了 谁让我赶巧了呢 哪那么巧的事 谁让我赶巧了 我正碰上 不能不管 红利呀 我来了 把刘 刘罗锅给我 放了 黄叔 您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您知道我为什么杀刘庸 我知道 早就听说了 不就是因为刘罗锅 砸了你的小舅子吗 不就才砸俩吗 不是还给你留了一个吗 过一百天回来 仨人一块炸 也是炸 现在先炸两个鸽子 也是炸 有什么区别 你就把刘罗锅 结果放了 不就完了 黄叔啊 刘罗锅 炸了两位国舅 就完了 我知道 这俩小子 堵着南池的那 不让刘罗锅过去 刘罗锅身上 有三道圣旨 是不是你给的 他是奉旨的钦钗 这俩小子拦着钦钗 不让走 还破口大骂 五刀弄枪 要刺杀钦钗 他就是死罪 刘罗锅 炸的没错 而且这俩小子 留着也没什么用 留着他们俩浪费粮食 遭见凤子 炸了就炸了呗 黄叔啊 您说的轻松啊 留着他们俩没用 刘罗锅有用啊 废话 刘庸有用没用 你还用得着问我吗 刘罗锅替你办了多少事 替老百姓解了多少难 那是你的晴天伯玉柱 嫁孩子金粮 刘罗锅有用没用 你还问得着我吗 啊 黄叔啊 您 你也不能太像这刘罗锅 刘罗锅 炸这两个国舅 总得上殿跟我说一声 请我一个旨意 他再去炸 一声不愿意 就把两个国舅也给炸了 您说我能不生气吗 嗨 炸了炸了呗 你不是封刘庸 先斩后奏 这不是你封的 什么叫先斩后奏 把这人先杀了 上金殿 奏报你一声 让你知道文武官员里面 少了这么一位两位 就得了 不就完了吗 你还要杀刘罗锅 那可不成 今天啊 你非都放了不成 黄叔 这也就是您 您来到八宝金殿 给刘庸求情 我让您说 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 他敢张嘴吗 黄叔 您抬头观看 乾隆皇帝拿手一指 喇咩一抬头 天子宝剑呢 是啊 黄叔 天子宝剑在此 有人胆敢给刘庸求情 与刘庸同罪 哦 这个是管着说情的人呢 没错 黄叔 这是王法 什么王法 给我摘了 摘了 电头观 电 电头观 过来 把这宝剑给我摘 摘下来 电头观敢动吗 没耳敢摘啊 喇咪自己 搬了一袖龙墩 往这一搁 这么大岁数 他也怕摔着 蹬着这袖龙墩 自己上去 伸手还挺好 拿着黑虎龙锤啊 啪 这一下子 把宝剑给砸下来 哎呀 黄叔 这是王法 什么王法 这是你的王法 瞧见没有 这是你爸爸的王法 你父皇在世的时候 亲手交给我这把黑虎龙锤 告诉我了 这把黑虎龙锤是砸受人家大明朝的 让我 人家大明朝怎么用 你还怎么用 弘历啊 瞧见没有 这把黑虎龙锤上面 七七四十九个孔 六六三十六颗星 二十五条凤 九条金龙 老百姓 我不管 文武官员 甭管官大官小 谁犯了过 我打谁 打死了 白打 上管君王不正 下管陈载不忠 要是当皇上的 不好好当 嘿 我这黑虎龙锤照样打皇上 打死一个皇上 去掉一条金龙 可是 要是新君登基 还给我接着往上天 打死一个 抹掉一条龙 新君登基 再给我天上一条龙 这叫没有孔 在天孔 没有星 在天星 没有凤 在天凤 没有龙啊 嘿嘿 在天龙 除非我一口气 帮帮帮帮帮帮 我打死九个 这黑虎龙锤 算作废了 要是当这的打 打一个 我添一个 红利 别瞧 我说的这么热闹 这黑虎龙锤 自打到了我手里 可还没开过账呢 我是一个出家人 讲究的是 慈悲为本 善念为怀 不能乱开杀戒 但是 要是遇见那个十恶不赦的人 我就得动动这黑虎龙锤了 我不能光学菩萨微笑 我也得学学金刚 木木 我让这黑虎龙锤开开张 要是死在我这黑虎龙锤底下 那都是恶贯满盈之辈 乾隆一听 心里明白了 今儿这老头子要把我打死 我就是那恶贯满盈的呗 啊 黄叔 您 您不能光照着 您这黑虎龙锤就不讲理啊 什么 讲理 讲理 你听啊 我说流罗锅 不该死 你说流罗锅 该死 咱们怎么讲理 竞争这个了 今天呢 你放了流罗锅 完泽罢了 你要不放流罗锅啊 哈哈 我让我这黑虎龙锤 开开张 乾隆皇帝瞅着黑虎龙锤啊 心里真害怕 我竟防范老太后了 要是有人到后宫通报我的母后 老太太来了 其实我还不害怕 老太太拿着龙头拐杖 气急了 给我两件 老太太有什么劲 打两件打两件 不疼不痒啊 这位可不成啊 这位当初跟着我的父皇上山下岭 寻妙访风一身的好武艺 别看现在上了点年纪 精气神不弱于少年之人呢 屡历如常 这要是真把他惹急了 邦邦给我两锤 别说把我打死 打我一个脑震脏 打我一个肢体残疾我也受不了 不成 我不能让他打着我 我还得杀刘庸 乾隆皇帝啊 要耍心痒 这耍心痒啊 乾隆皇帝比不了刘庸 可是要比起这边二郎的爷来 强多了 乾隆皇帝眼珠一转 地上心来 皇叔啊 您要是非给刘庸求情 可以 我把他杂国旧这个罪名 可以免去 不过 皇叔啊 刘庸如果身上还犯着其他的死罪 我能不能杀 不能说这个人犯了什么罪 都不能杀 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呢 皇叔 刘庸身上还有别的罪 我能不能治 我能不能杀 红 红历 你只要免了刘罗锅 杂国旧这个罪名 嘿 我想刘罗锅也不会犯别的什么罪 就是犯了罪 你呀 爱怎么治怎么治 我不管了 好 皇叔啊 一言为定 二郎爷心里有底 刘庸刘罗锅 处政无私 清廉的官长 不会犯什么罪 只要把这一项 砸着活锈的罪名免了 没事 乾隆皇帝想了想 他就想起左连城告状的那张状纸来了 让人把左连城的状纸拿过来放在龙书案上 皇叔 这是山东人左连城告贵太的一张状纸 谁给我的 和珅交给我的 九门集都和珅从来不接民状 怎么会接这么张状纸 这一定是刘罗锅插圈弄套 钻到和珅 让和珅替他交这张状纸 哼 我猜着 黄叔啊 这是不是欺君之罪 欺君之罪该不该死 你就为这个呀 你有真凭实据吗 你抓住了 这得三头对案 你怎么知道就不是和珅接的状纸 你没有实据 好 黄叔 就算这件事我没有真凭实据 黄叔啊 您看看 这张状纸上写得清楚 告状的人叫左连城 多大年纪 12岁 黄叔 您想想 12岁的小孩 怎么有胆子 赶到北京城来 告这么大的案子 别说12岁 20岁 也不敢办 20岁的年轻小伙子 来告这么大的案子 后头 不定多少人帮的呢 所以 这个告状的人 一定不是12岁的小孩 一定是个20岁的 这是刘罗锅 产护他们老乡啊 让写状的的把20岁 写成12岁 跑我这来 夺取同情心 我一看这小孩 12岁 太可怜了 把这状的先准下 你去查吧 等敢问清楚 当面一问 我一看这人 怎么这么大岁数了 到时候他们再说 这是写状的的 写疏忽了 把20写成了12 这是刘庸跟告状的 通通作弊 懵哄孤王 黄叔啊 这是不是欺君之罪 这是不是死罪 哈 红利啊 就为这个 对 就为这个 咱们今天 刘罗锅的生死 就定在这孩子的年纪上 他要是12岁 我放刘庸 他要是20岁 我就杀刘庸 黄叔 行不行 行 拉米耶 心里有数 你 写 旨意 传这个人上来 你看看 你看看这孩子 到底多大岁数 好 乾隆皇帝 提起笔来 刷了道旨意 交给传指官 下去传指 传指官刚要走 拉米也把他叫着 哎 你 你知道到哪去传 左连城呢 老婆说 哪传去 我告诉你 出武朝门 找着我那小徒弟 你让我的小徒弟 告诉他师弟 就说万岁爷宣他上殿 就成了 好 传指官还没走呢 乾隆皇帝听出来 哎 黄叔 您可说漏了嘴了 我听出来了 什么叫 让他的 让您的小徒弟 去找他师弟 您的小徒弟 去找他的师弟 哦 黄叔啊 您庙里 又收了新人了 还没落罢呢 十二岁了吧 我这一宣左连城 您让您的小徒弟 去把他师弟找来 这十二岁的小孩 跑到这儿 冒名鼎替 那他不成 黄叔 您跟刘罗官商量好了 骗我 这不成 我听出来了 您说漏嘴了 红 红历 你才那么当心烂费 我没说错 你呀 想错了 你不是没见过这孩子吗 我把他叫了 你瞧瞧 这左连城 是不是十二岁 我告诉你 这孩子 绝对十二岁 没错 我为什么知道 左连城 来到北京告状 跑到护国寺里去了 误走误撞 看见我了 他瞧见我 长得这么慈眉善目的 我们人俩投缘分 给我磕头 拜我做干爹 我是他干爹 他是我干儿子 我还能不知道 他多大岁数 你让传指官把他叫来 你一看就知道了 有这样的事 不能吧 乾隆皇帝心想 他们要找个替宫来 没关系 我问他几句话 三问两问 问出底细来 我跟这孩子不较劲 我好好问问这位喇嘛爷 你怎么当的护国法师 你跟刘庸 匆匆作弊 一块儿蒙我 那可不成 乾隆皇帝把手一摆 传指官下去传指 来到五朝门外 找着这个小喇嘛 小喇嘛坐在这正看车呢 传指官过来 上指下 宣左连城上殿 你师父 让你去找你的师弟 你快去 哎好嘞 小喇嘛让人替他看着车 去找左连城 左连城在哪呢 上文书我说了 这左连城就在罚场里面 陪着刘庸呢 往地上一坐 一只手抱着刘戴人的大腿 正在陪着刘庸呢 小喇嘛进来了 把这左连城给哨出来 嘀嘀的声音 反随叫你 快去 左连城点点头 转身回来见刘戴人 大人呢 大人 慌慌圣旨 传男孩子上殿 大人呢 你说男孩子去啊 还是不去啊 嘿 孩子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你得去啊 你快去 到了金殿上 见着万岁爷 把你的冤枉 说清楚了 万岁爷就能替你 申冤报仇 你这案子就赢了 你快去 大人呢 难道了 爸爸进殿啊 不告状了 先给大人 你了求情啊 嗨 你求情管什么用 孩子 你到了金殿上 你到了金殿上 只要把你的事说清楚 万岁爷管你的事了 大人我也就算没事了 孩子 你要是说的不清不楚 万岁爷不管你的事 你也甭求情了 我是准死无疑 孩子 你快去 好呗 这小孩 大安一声 跟着船指官上金殿 来到八宝金殿 这船指官 不敢往里头带 进了这大门口 就把这左连城 搁在最外边这 小孩 山东来的农村的 普通老百姓 小孩 进了紫禁城 殿雨巍峨 金碧辉煌 庙堂森严 一进这八宝金殿 哭疼就跪下了 也不敢大声嚷了 万岁爷呀 男孩子给您了卡头了 乾隆皇家在上面 站起来 探出身子 挖着耳朵 要听听左连城说什么 离得太远了 好几排呢 听不清楚 特点在这听 喇门爷站起来 走到这个左连城身边 一拽着左连城的胳膊 孩子 来来来 起来起来起来 到到这地方 甭客气 来跟干爹 往里走 拉着左连城 一直往里头走 走到这文武官员最前头 这个级别 最高级别了 开国元勋 都成将这个级别 这儿 儿啊 就 就跪这儿 乾隆皇帝一看 我这遇见都是什么人 黄叔啊 您知道这是什么位置吗 哇 我知道 这不就是VIP吗 套票区 我懂 这都是贵宾呆的地方 是啊 您这孩子有这么大份吗 嗨 有没有这么大份 再说 你不是瞧不见 这孩子又声音小 你听不清楚 你还老怀疑 这孩子是冒名鼎弟 我把他带到里边来 你好好瞧瞧 这孩子是不是12岁 红利呀 你看看吧 乾隆皇帝坐在龙叔岸后 闪目一看这孩子 小孩左连城长得好 面白如玉 齿薄唇红 鼻指口正 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嘴角啊 一边一个小酒窝 脑厚的梳着小歪辫 挺讨人喜欢 乾隆皇帝一看这孩子 长得不错 心里就舒服多了 这孩子要是一点爱人肉都没有 皇上再上那一瞧 从咋心里这么恶心 乖了 没错都能挑出毛病来 好在这左连城啊 长得讨喜 再一看这孩子 上身穿着粗布假袄 左大肩 下身是鱼白骨的裤子 满舟袜子 纳着满天星 搬尖打鞋 下乡牛皮底 倒也是山东人的打发 小孩左连城往这一跪 半岁爷 男孩子给你老人家 口头了 一张嘴也是山东口音 山东也罢 北京也罢 我一问便知民国 孩子 你 来告状 可有冤枉 状旨吗 半岁爷 男有冤枉 状旨 告状的时候 挤了人音 给谁了 男赶爹 带着俺 在五朝门外 碰见 立不天官 溜三千岁 男把状旨 给了溜达人 前龙皇帝 为什么乐 本来呢 这张状旨 是和珅 递上来的 和珅说 是他接的状子 到现在 皇上一问这孩子 让这孩子 给说漏了 那位说 刘的人 怎么不主 不主 这孩子 事情到了 这部田地了 刘庸知道 不用再隐瞒什么 只要这孩子 能上金殿 万岁爷能让他开口说话 皇上能听他讲话 这孩子的案子 就算赢了 不用再隐瞒什么 所以刘的人 并没嘱咐这孩子 所以这孩子 一到这说漏了